公元605年 隋文帝为解决九品中政治的弊端 创立科举制度 1300年后 慈禧太后于1905年废除科举 1954年 台湾举办首届大学联考 当时考试科目包括三民主义 2002年多元入学方案推行 联考被废除 只考取而代之 2022年108科刚实施 只考取消改为分科测验 2024年 13分科公民在社区媒体引起极大争议 补习班老师表示 整学生整过头 教育部司长叶秉承表示 与其开机者会 指责大考中心出题羞辱学生 建议还是多花时间去思考 如何改变过去教学生 强其熟练既有提醒的落实 而为公平评价这份考卷 一哥举办了国中生挑战分科测验 他们将挑战113数甲与公民 欢迎八位挑战选手登场 嗨 我是陈宇生 毕业于进化国中 你的性格是什么 算是蛮外向的吧 蛮敢讲话的 大家好 我叫陈永兴 我很多人不认识的时候 会不太敢讲话 可是我很喜欢跟大家聊天 应该算蛮有信心的 大家好 我是李婷杰 我毕业于龙门国中 暑假都在读书 觉得太无聊了 想说来参加应该蛮好玩的 我不知道欸 因为他们都是数字班 科学班的 我觉得会被他们点爆 好啦 我很有信心 超有信心的 大家好 我是甲育互想的甲育 我是中正国中毕业 考进北一女科学班 我就是比较开朗外向 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 切磋交流 谢谢 大家好 我叫李依潮 我毕业于 一位新竹科学圆训旁的 广武国中 进去是弹吉他 还有打篮球 大家好 我是吴冠伟 我来自苗栗的建台国中 我来这个节目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让 不是城市的会考生知道 如果你努力 还是可以考的跟 大城市的会考生一样好 我是李品贤 然后我是延平中学毕业 考上北一数字班 我来这个活动是因为 我想看大家的实力多好 大家好 我是新章来的 邱品贞 来这个活动是因为 有吃的可以拿 非常有信心 我一定会拿第一名 你们今年是几岁 15 16 因为还没有开学 所以我算你们 0.5个国中生 那你们知道 今天要挑战什么吗 学册 学册高考 这样子 其实今天的挑战 都不是这个 为了要绝对公平 所以我骗了你们 今天的主题是 国中生挑战分科测验 去年我办了一个国中生挑战学册 我们写了国文跟英文 然后那时候我是觉得说 数学这种东西 没有学过就不可能会 就没有挑战 结果呢 观众很不开心 一调查我才知道 这种挑战活动呢 观众其实是想看来宾被点 所以呢 我今天打算来满足一下观众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挑战呢 就是要挑战分科数甲 我特地选择了你们都看得懂的 两题排列组合 挑战是15分钟 如果你写完的话 可以提早交卷抢答 今天的第一名可以获得金牌 欢迎各位观众下注 我真的超级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会答成什么样子 我非常担心你们 全军覆没 计时15分钟 挑战开始 15分钟后 对于这个题目的感想 就一开始看到有点吓到 但我觉得算起来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字都看得懂 算起来觉得啊 怎么会这样 就他第一题说 介于200到400中间 那我算了前三次都不介于200到400中间 反正我觉得很难啊 这是因为你们没有选项 其实是有选项的 就是一个单选题 公布答案 第一题的答案是 三百一十二 第二题的答案是 一五五四 所以我们恭喜 隐身 品贤 跟品贞 答对了 一题 非常的感动 你们有人能够 在时间内 可以解出来一题 我一开始是先设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 有三条叉叉 加上一条是没有叉叉 然后第二种情况就是 两个叉叉 两个没有叉叉 就是我弄了一行一行算 分组讨论是排组的 最重要的一个技巧 像第一题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没有上面横排 跟有上面横排的 可以先从简单下手 我们先算没有上面横排的 棋盘上有20格 就是有20种选择 假设我们选A 是不是剩下12格可以选择 又选了B剩下6格 选了C剩下2格 可是这边会有重复 比如说你第一格 选D那个位置 D C B A 是不是跟A B C D 其实是同一种情况 所以呢 就是要除掉四阶层重复的 那接下来第二种 有上横排的情况 对上面A有两个选择 BCD 16乘以9乘以4 依此类推 然后因为只有BCD会重复 所以只要除三阶层 左右两边加起来 又是312 今年113年的统计资料 还没出来 你们觉得这一题难吗 其实历年分科 排列组合W都很低 像接下来12年分科这一题 就是整份W最低的 只有2% 我看到的时候 还以为是统计出错 还特地去问了上次活动 两位去年数甲60集的朋友 这一题的技巧 一样是分组讨论 左右两边加起来 就是答案 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行暂停看 我之前其实有做过 排列组合SOP的影片 如果你想变得超强 就去看吧 我们真正的挑战的是 现在才要开始 今年呢 有一份分科考卷 在社群媒体 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补习班老师狠批 整学生整过头 有学生表示 难道炸掉 那就是呢 今年113的分科公民 公民啊 一片哀嚎 简单一句话 就这份考卷真的是太难了 真的整学生整得太过头了 那也有人觉得说 这份考卷 就是那些靠死背刷题的人 当然会考不好 与其骂考题 不如多花时间了解新的趋势 所以呢 我想要给这份考卷一个 公平评判的机会 如果有还没有上高中的你们 在完全没有刷题的情况下 来写这份考卷 会有怎么样子的结果呢 考试时间多了 80分钟 现在就可以开始写了哦 你们知道吗 这份113分科公民考卷 大考中心的反应意见回复 总共有50页啊 我猜有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多的 我们等一下会一起讨论 10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就是画面中这些 特别是第一题 第七题 第十三题 欢迎观众跟着一起做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题目 是不是真的有争议 80分钟后 跟会考的内容很不同 就是会考它主要会是考 你对内容有没有背熟 这个比较多就是 你就算不知道课本的内容 你还是可以用自己的逻辑推理 去解除正确的答案 虽然说难 可是很多地方都是跟国中有一样 比如说有行政诉讼程序的问题 印象深刻哦 我觉得阅读测验好好玩哦 而且有象限的那个 我觉得那还蛮有创意的 很多选项意思可能差不多 可是魔鬼常在细节里 诱打很多选项都有一两个小关键字 可以去判断正确答案 模拟两可的题目特别多 我觉得第一题是最难说出哪个错的 好笑啊 那你们怎么会画的这样 好过分啊 大家这写车都画的票在流行 第一题答案 请大家把第一题举起来 有三个人是选A 四个人是选C 一个人是选B 有谁确定这题答案的 选C的举手 六个人 那这六个人有选A的有选C的吧 题目里面有三个我觉得应该是关键的点 其中一个是略过讨论支持措施 然后一个是障碍儿童本身的参与意愿 然后还有从社会规范之作用来检讨这个现象 但是我不知道社会规范之作用是什么 我觉得说将他们不愿参加 视为理所当然 跟略过讨论他们支持措施 有点对应的关系 比如说像很多学生其实不喜欢念书 但是都会被逼着念书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 可以帮助他未来的各种发展 但是他本人当下可能是不愿意 C的话 这个文章里面没有写到 所以就没有选 A选项说将习惯性的做这件事情 就感觉说他们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我觉得这些文艺蛮符合他的选项 我觉得去不去参加秘语跟自我发展 没什么关系 我觉得自我发展 比较像是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之类的 但参加一个毕业旅行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 将限缩期自我发展 可是他没有禁止他参加 限缩期自我发展很奇怪 就是我觉得C 如果强迫他去参加秘语 这感觉就是不对的 这样子反而侵犯到自主性 那我就觉得哦 那他说强迫是不对的 那这个选项就是对的 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你在关注的是这个选项吗 对我就在关注这个选项 是比较有可能绝对是对的的感觉 他是说下列叙述合者最适切 那如果你觉得A叙述有问题 可是我们今天是在问说 这个选项跟题目叙述比较接近 所以他不是问你说哪个选项都对啊 那当然你可能四个都会觉得是对的 所以你是要找一个叙述是去描述他的题目嘛 对不对 你觉得A比较对的 还有没有人要改 好我现在有点想跳槽 但我要 好我们来公布第一题的答案 第一单是A 第二题第二题 第二题不会讨论很久 就有两个人选A 六个人选D 公平的话3跟4要一样 然后1跟2应该也要一样 我觉得一定是1 所以假观点就直接可以撇掉了 对不对 我是这样子啦 那其他人也是这么觉得吗 没有 所以答案是D 第三题 对啊大家都写一样 真的吗 他其实没什么争议 大家都写猪啊 好所有人都选D 那为什么答案是D呢 猪的话就是它符合题目的描述 B错的点是教育资源分配 不管说今天大众的想法或者是事实是怎么样 但是这件事情题目没有提到 第四题 哇刚好都是B A B A 各4票 刚好都是B A B A 哇好有趣 这是什么神秘的巧合 就我会选B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做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要让身心障碍的这些人 他们可以自己理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没有给他足够的金钱 他还是没有达到他最终目的 今天做事做一半的感觉 B有提到说依该公约施行法精神 如果他说公约施行法 就代表台湾应该有针对这个公约去 制定一个施行法 那这样子确实应该要遵从那个法律 确实是台湾系有一个真心障碍的施行法 然后这一答案是B 第七题 C的有4票 B的有2票 A的有2票 我觉得A是错的 是因为题目好像没有特别讲到竞争两个字 C我觉得是错的 是因为他好像也没有讲到文化多元认同 我觉得是C 不但让许多的我可以是不同的我 所以是多元认同 前面那个自由和民族的创作沃图 他不是主要讲的内容 B应该不对 然后A的话文化创新 他也没讲到文化创新 这一题我觉得重点就是他最后那里说 也让许多的我愿意在这个国家成为我们 他说成为我们的这件事情 反正就是一个族群的认同 这句话就是很明显的导向文化的多元认同 公布答案 第一题答案是C 好第11题 有两个选D 然后剩下6个人都选B 题目他说认定会影响油品市场 那这个根据我们国中学到的公民 应该是在讲公平交易法 B的话就是厂商之间联合起来 试图影响价格 所以说应该是B 所以答案是A 尴尬 好尴尬 今天记得了各位 只有A是有集体的行为 B是一个人在 就是有点太直觉去选B了对不对 选太快了 12、13一起吧 就是他们是一个题组 我看到很多人是选C、B 好我们讨论第13题就好 第12题是C 我选B 因为他最后一句话就讲说 公会运行不能受到政党影响 那我觉得A、C租 都多少有牵扯到政治 那我觉得就会跟政党有关系 所以不能选 我觉得他最后虽然是有提到 公会不应该受到政党影响 但是A的叙述是说 你的公会去影响政党 帮助你推行你想要的政策 等于是有一个助力 等于是有一个助力 有没有人觉得A的吗 有没有人觉得A的吗 是不是啊 我应该不觉得是A A的叙述他就是说 你影响到政党 就算政党听你的 那也不会影响到你的自主性 你还是可以以你自己的意思 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B 就算举办游行 那也不一定政党会听你的话 做这方面的改善 但是A你直接让政党相信你的话 政党就会做实际的行动 让你这个目的更容易实现 好直接讲答案 答案是A 真的欸 第15题 有两个C 然后六个D C一定错啊 他买在地材 那边进口原料都适合 好像蛮逗 大概有道理 好像在适合 答案是D啊 因为他问的是 肉粽的市场价格 C是原料市场的角度 是不一样的 16、17 那不是疫情吗 对疫情 好很好 大家答案都不一样 不是你们答案都差太多了 D株跟D2完全不一样啊 解释17就好了好不好 16公布 只有是C 最后那里 他就是说忽略处境福利群体的需求 然后让他处境更恶化 那A选项就是说 弱势的群体又落入福利处境 那就让他处境更恶化 但是主选项他没有讲到 他弱势在更弱势的那个过程 就我的理解是他比较像是说他会给优势的人多一点资源 然后忽略那些不优势的人的需求 但他没有特别讲说他会在社会竞争中落入不利的环境 所以我觉得猪的形容比较贴切 你们有没有听过冲突论跟功能论 跟什么 这两个是不同的理论就对了 就一个是冲突论 一个是功能论 那就是不提到车的两个 我觉得不用 我觉得不用 刚刚婷姐讲的很好 所以答案是D 34题 我觉得这题蛮有趣的 网路上不是很常看到那种警察歧视黑人 哦对啊 就你拿星巴克就没事 然后台湾版的这样 你们的这叫什么 交集是B 那B确实是对的没错 交集 他移工团体提出检讨 然后特别关切的就是两个点 一个是警察对移工的偏见 然后一个是歧视性执法 可是C选项他没有提到偏见 也没有提到歧视性 所以我就觉得不要选C 讲的真好 题目就是问你 移工权益特别关切的问题 大家不要脑补 所以答案是B1 公民的均标是39 前标是47 顶标是52 那要公布成绩 隐身是51级 永兴是45级 情节是46级 甲语是47级 义超是41级 冠尾是49级 顶贤是44级 顶针是50级 都非常的厉害 那观众们 你们觉得这份113年分科公民考卷出的怎么样呢 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 虽然我高中是自然主 也不是108课纲 但我觉得写起来很有趣 又在动脑的感觉 像是助产室 移工的问题 冰庭老板不老实 光写完这份考卷就觉得有所成长 写完真的是会很期待明年的考题 你们如何考上素资班跟科学班的 要早一点开始准备 超修是真的很重要 我是从七升八就开始准备的 要足够有自信 因为很多人会一直想说 准备到最后 如果科学班跟会考都考不好的话怎么办 但我觉得先不用想那么多 尤其是最后三个月 可以把百分之百的心力都花在科学班上面 我是从国小四年级开始 会往后学一年就是数学 我觉得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千万千万千万 你要相信自己做得到你才做得到 如果说你一开始就觉得说 我一定很烂啦 我一定没办法啦 那你在写考卷的时候的那个心态 你就会真的自我实现预言 发生了之后你下一次就会觉得说 我果然很烂 就会更做不好 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你们是如何考上明星高中的 我复习是用自修复习 虽然自修比较难 可能有些课纲已经删掉了 但是把自修的东西读完 再去看会考跟模拟考题 会觉得那些题目真的蛮简单的 像环境也蛮重要的 家里面可能会有很多事情让你分心 所以我自己是习惯 可以到咖啡厅里面读书 可以帮助我更专注一点 生活作息也是蛮重要的 适当的运动也可以让你更开心 会考前你有不懂的问题 一定全部都要问清楚 不要因为你觉得 问那问题很蠢很丢眼就不去问 会考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难 像紧张啦肚子痛 当天的状态真的很重要 放平心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 甚至可以操场 就我觉得同才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有朋友 不上进就不要再理他 不是不要理他 就是你要自律一点 尽量去靠近那些也很上进 然后成绩还不错的人 他们可以给你有很大的帮助 准备会考的过程中 你一定会很怀疑自己 就是我很常就会想 我会不会考不上北一 我会不会当天失常 一落千张 就是每个晚上都会一直焦虑 如果有人也这样的话 可以去问自己的朋友 或是老师 让他们可以给你一些信心 网路上的进度或读书方法 参考就好 最终还是都要照个人的状况排 像是我自己也是不怎么常常做那种很漂亮的笔记 其实如果有办法自己摸索出自己的一套方法进度 我觉得是最好的 你今天就 playful是好生日日月 就在天安静起床 你不错吗 就是特别人照顾